马航MH17空难调查报告 去年10月出炉 证实客机是在乌克兰上空遭到导弹击落 由荷兰安全委员会领导的国际联合调查组 随即展开形式调查工作 经过大半年之后 调查组星期五发文告指出 马航MH17的第一份形式调查报告 将会在今年夏天之后出炉 不过没有说明明确的日期 文告指出调查工作已经进入非常成熟的阶段 有关的报告将会说明击落MH17的导弹类型 以及导弹的发射地点 国际调查团在去年公布的调查报告时 拒绝推断空难的刑事责任 而即将公布的刑事调查报告 有关的结果将会归入刑事档案 未来可采用为法庭或是听证会的证据